帮他们办了婚礼 娜娜的父亲也挺过来的 人家开心开心 是啊 我是应该感到开心 但我却觉得有点记忆 觉得自己还挺快 嫉妒别人家族是吧 不是 嫉妒他们的爸爸还活着 你可笑吧 我从来都没有陪我爸爸喝过一顿酒 所以觉得很遗憾 也从来都没有帮我爸爸做过一道菜 没有帮他洗过衣服 没有帮他买过衣服 没有陪他下过一盘棋 没有为他做很多女儿应该为爸爸做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感觉是满满的 不是所有的父亲都值得这样做 我跟我爸以前的一些回忆 还有他给我的温暖跟爱 所以让我面对未来的一切困难 一切风雨 因为我知道 他一定在某一个地方 默默地守护你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当一个厨师吗 因为我爸临终前 他最大的一愿 就是要把天赐良缘给传承下去 天赐良缘 那是我爸爸自己创的菜 而且是我妈创的 每一年结婚纪念日 他们都会做那道菜 那个味道我永远能忘记 所以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做一个很优秀很优秀的厨师 我要完成我爸爸的遗愿 把那道天赐良缘给传承下去 可是 这间没仇都没有成功的 一次都没有 来 天啊 我去吧 走啊 你会成功的 啊 我说你会成功的 笑起来的时候很好看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说我说你也可以成功的 我亲爱的 我说你 eher要 我说你都没有十分钟 我说你怎么做 我的白色 我说你不懂 我说我没想到你 很久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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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总还没下楼 老天 老天 又及时找你啊 快起来 我来了 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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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还没起床吗 老天 还喝了酒 老天 老天 先吧 你干 干吗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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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没气啊 怎么样 怎么会这样 你是樽片了吗 龙总 咖啡已经准备好了 你今天不上班吗 请过假了吗 我今天休息 不过 你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难不成你 你有恋务屁对不对 什么事快说 我下午要去集团开会的 市面特别让我放下 一个闪到场 只有让个闪到头 来吧 我喜欢到头角 我 我不想让个闪到衣服 你怎么 emerge 我失去 我都在里面 你想要找一个闪到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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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跟这个天一样 没了 难道不应该像电影里面一样浪漫吗 有一个没这个顺序 真的没了 什么都不知道了 真的什么都没了 我的美梦啊 就这么美啊 灯天 大地 你在哪儿 我有话要跟你说 昨天的事情 我会负责的 我 想你了 喂 喂 你在哪儿呢 我都安排好了 你自己解决就行了 行吧 你爱来不来 安宁 安宁 你们在哪儿 在餐厅门口呢 我现在马上就过来 我真的很高兴 你能够同意提前婚期 上次的事啊 我是不会计较的 来喝酒 你怎么来了 上车 我真爱的 你终于来了 你终于来了 住手 走 走 走 我告诉你啊 等一下你进去 你一个走过去 就把那个男的给打趴下 然后我会在后面辅助你 你这时候就趁机 把那个夏天给带出来 明白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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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拉我了 别着急 人真点 你看 多摆多嫩的手啊 这个戒指太小了 嫁给我以后 我准备再给你买一个 十克拉的个子袋 对吧 你别手 没让他们来了 嫁给我以后呢 有什么事都不用做 钱不是问题 你知道吗 你这段时候将来 永远这么扔 这么摆 太过分了吧 好 喂 夏天 你不能接受他 我们在你后面的 我有几个朋友刚才来了 我去打个招呼 去去去 去啊 快回来 快 你是怎么想的 你们怎么来了 你明知故问 回去吧 不用再劝我了 我奉劝你们 不要再管我的事 我也奉劝你 还是看完这出戏再做吧 老周 老周 你们怎么来了 孩子落水要找你 宝贝你不是在上一门园吗 爸 你怎么做 这是什么 你怎么做 这咱们是谁 这咱们是谁 别动手 别动手 打着孩子 回家说 咱们又再回家说 别吵别吵 看到了吧 都回去跟我说 就算是你给他生了孩子 他也不会对你负责的 他不可好丢人 你自己陪丢人 你丢死丢人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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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夏天 回去吧 好不好 安宁 我给你一辆车吧 想当电灯泡吗 我想安宁肯定不想当电灯泡 走吧 你 你 你怎么会和易明君在一起 你们私底下 经常见面的吗 见过几次 怎么了 你们不是同事吗 有什么话上班不能说 非要私底下见面 经过什么 那件事跟你有关吗 可我 跟我没关吗 有关吗 你不要以为我们那个了 你就有权干涉我的私生活了 你 你胡说什么呢你 那天我们都泼得不省人事了 再说 我除了是你老板之外 我们还是有合约的 你最终没有好好履行合约 尽想着帮这个帮那个 你先好好想想 什么时候帮我找破罪的记忆时间 李明君跟夏天是别人吗 夏天的事情也好 闹闹的事情也好 你都有参与 凭什么事了 你干嘛关键我喜欢听 我 你又听不懂 谢了 谢 谢什么 谢你帮我夏天 还有帮我娜娜举办婚礼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 我喝短片了 居然什么都记不清了 我也喝短片了 什么都不记得 这真的我完全没有印象了 你不是能看见的吗 算了 不必放在心上 不必放在心上 这话什么意思啊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呀 就算是第一次 但也是两个人的责任 我不会把他全部怪到你一个人头上的 我也不会拿他过来威胁你 所以 你别有待机了 那个 我们结婚吧 嗯 我说我们结婚吧 真的没有必要 真的没有必要 你是听不懂我什么话吗 我说我们结婚吧 你是为了要对我负责 所以才跟我说要结婚 你是这个意思吧 真的没有关系 我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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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嘛 无所谓 只要人品好就行 你也知道我们家安宁随和 不挑剔的 那我等你好消息啊 哎呀 又开始撒网找没人了 虽然该找都找了 嗯 那总会有漏网之运 绝不能放过 你说安宁 找个什么样的男人呢 要审美没审美 要学历没学历 要家事人家事的 要什么没什么的 我找个穷的吧 怕他生活挟去 找个富的呢 我怕颇家看不起 这俗话说得好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 不相识啊 哎哎 你看 这道德经上说得好啊 哎 巧夫难违 无米之炊啊 嗯 这是道德经理说的话吗 那不是吧 哎呦 哎呦 哇 平常看你上班挺精神的 这一下老班 算是有戏无力的 我这就要把经历 都放在工作上了 回来当然辛苦了 哎呦 独身女人的日子不好过啊 听起来单身汉的日子 好像格外迷人一样 迷人都谈不上 那起码自有 得了 你就自我安慰吧 作为过来人啊 我还是奉劝你几句啊 这婚姻啊 没你想象的那么美好 要不怎么叫围城呢 这说围城 那都是好听的 其实就是一笼子啊 你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吧 这些事 早应该看淡了 只有对于总厨 这种没有情调的人来说 才会觉得婚姻是牢笼 算了跟你说也是不清楚 对了 我是二十几 不是三十好几 对了吗 经理 什么事儿 毕竟是邻居 远亲不如近邻 以后有什么事儿呢 大家就多多地 不先关照一下 虽说是同事间邻居 但是以我的标准来说 只和黄金单身汉不相关照 这孤男寡女的 多关照也不太好 还有什么事儿吗 还有什么事儿吗 没事儿啊 想知道我密码 互相关照 我怕你知道我密码的 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停电了 没停电啊 只和黄金单身汉相互照顾 放着我也算是但啥 看不出来 什么眼神 还说安妮眼光不好 我看她的眼光还不如安妮呢 谁啊 谁啊 还没睡睡 你这鞋 我这鞋 挺好看的吧 马经理 是深更半夜的 什么事儿啊 确实有件事情想要麻烦厨师长 我们家灯泡坏了 去帮我修一下吧 走吧 等一下 凭什么呀 你刚不是说远亲不如近铃 要互相关照她吗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但是我也记得你说过 只和黄金单身汉相互管照 咱们俩这孤男寡女相互管照 不好吗 哎 怎么了 现在就觉得合适了 没想到龙鹏的主厨这么的小气 站住 我今天还就 不小气给你看啊 请你录 不小气 安宁 为什么咱俩叔叔 他老爷是我师父 他爸爸是我师兄啊 说起来他年纪也不大了 干吗那么着急结婚 恨嫁的女生跟年龄不软 得看质量 那可未必 很多女生质量非常优秀 可依旧想嫁一个好男人 算了跟你说你也不痛 喝水吧 你平常都有一次性的位子 总不可能给你一个我的吧 嗯 谢谢 来 你给我换个灯泡 嗯 看出来是什么问题了吗 别催啊 我这不是找了吗 这老东西 有时候 还挺有男人玩的 行 你开箱试试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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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不收